凯撒大地骑着战马 走进了人类的城市 曾让人类之力觉醒的药物 如今却成为了灾难 ALZ113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 人类还没来得及消灭这群星星 就陷入了种族灭绝的危机 凯撒带着族军在红山林安居 还模仿人类文明 建立了自己的原族部落 他们像人类一样战略行走 制作了打猎工具 就算遇上野生狗熊都不怕 一个跳跃将其击杀 新兴的交通工具是马匹 他们使用手语交流 红毛还当起了老师 教育小星星们 原类不杀原类 团结才能强大 知识就是利亚 凯撒愁上的想着 尽量连没出现过人类的身影 人类也许真的不存在了 直到这天 凯撒的儿子兰谋 在路上意外碰到了人类 人类慌张地掏出枪 他背下傻了镜 直接开了枪 凯撒被一身枪想惊醒 凯撒集合族群 很快围堵了人类 用人类的语言 叫这群不速之客赶紧滚 动人受到惊吓慌忙逃走 凯撒让科巴在后面盯着他们 科巴一路尾随 来到了人类最后的营地 科巴回来鼓动凯撒 趁人类虚弱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直接将他们杀光以绝后患 科巴多年的实验室生活 让他内心扭曲 憎恶人类到极点 而凯撒的童年 在威尔的照顾下度过 他知道人类有好有坏 不过参考科巴的建议 决定威慑一下人类 于是带着猩猩来到人类的城市 警告人类不要踏入原类的地盘 说完便带着大军离开了这里 人类此次敬营 是为了修好临终的水坝 如今能源枯竭 如果修好水坝维持电力 人类将陷入恐慌 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无知的人类决定开战 那么阿尔格不这么认为 他独自来到凯撒面前 诚恳地讲述人类的危机 凯撒认为这是地节和平的契机 然阿尔格巴不这么认为 可巴带人来到 金门大桥上 发现人类正准备大量武器 他悄悄潜入军火铺 被人类逮了个阵着 这凶狠的表情似乎愤怒到了极顶 结果 可巴考装傻卖弄杂技 他得以安全离开 这里的枪械足以杀光所有原类 他必须警告凯撒 回到部落 却发现凯撒带领租军方人类修水坝 他愤怒地指责凯撒爱人类胜过原类 侥幸首领的行为显然不可取 凯撒将可巴打倒以示威慑 可巴伸手请求原谅 但他隐瞒了军火的事 这间可巴再次闯入军火铺 装疯卖傻的表演杂技 趁机拿起一把枪 毫不留情地杀了两名人类 同时红山林这边 人类把水坝修好了 看着城市灯光再次亮起 这似乎是人类与星星和平的希望 但可巴躲在暗处 又拖来的枪支对准了凯撒 蓝毛在现场发现人类的枪支 他认为是人类杀死了父亲 可巴趁机煽风点火 人类烧了我们的家园 必须以牙环牙为凯撒而战 此时人类阵营重返光明 在营地聚集欢乐起舞 联络员也与外界取得联系 星星们从军火铺抢了武器 起着马匹正式向人类开战 很多星星重弹身亡 奈何人类武装力量过于单薄 在无数枪身与炮火中 很快被大批星星攻陷 在哄山林逃亡的马尔科等人 意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凯撒 凯撒带领他们 回到自己曾经长大的地方 时光匆匆 小时候他常常依靠的窗户依旧没变 只是早已人去楼空 马尔科知道 只有凯撒能阻止这场战争 他决定回到营地 冒险取回医疗工具 此时的人类营地 已经混乱不堪 可把把人类关进笼子努力 命令其他星星抓捕再逃人类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残忍杀害了不服从自己命令的原类 而终于凯撒的红毛被关了起来 马尔科在取工具时 遇到了兰谋 马尔科说出凯撒没死 在兰谋的帮助下逃出了营地 当兰谋与父亲重去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凯撒些悲伤地说 这不怪你 我以为原类好过人类 现在才明白 原来我们如此相似 曾经强大的 凯撒大替他回来了 但这一次 却遭到了同伴的背叛 看着重伤的父亲 兰谋决定帮父亲担起一份责任 来到营地释放了终于凯撒的心情 凯撒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他走进自己小时候的房间 他打开一个落满灰尘的摄像机 里面放着威尔娇自己学习的样子 他露出了笑容 此时兰谋带着红毛回来了 凯撒先男的爬上塔楼 召到科巴 科巴不认为自己有错 他觉得只有他在为原类战斗 原类文明开启了第一次争权 而他们不知道 塔楼下的人类正准备引爆整个塔楼 马尔格回到同伴身边 他努力的阻止 但他的同伴与科巴如此相似 只以引爆卫装权的炸弹 塔楼遭受重创却没有坍塌 很多星星被压在剑柱下 而科巴却拿枪射向原类 凯撒忍无可忍 一个猛扑 科巴被推到了边缘 科巴看向凯撒 说出了原类不杀原类 凯撒内心纠结了会说 你不是原类 然后将科巴扔下了塔楼 马尔格找到凯撒 告诉凯撒这里不安全了 人类与军事基地取得联系 他劝说凯撒在战争开始前 赶快离开这里 凯撒说道 战争早就开始了 原类挑起的战争 而人类不懂得宽恕 和平已经荡然无存 身为族群领袖的他 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